大家好,我是Dr.King 欢迎来到Dr.King时事讨论 今天是2015年5月21日 昨天是520,我爱了泛民的朋友 多谢他们背负负名 令我们政改得以否决 今天我想讲讲就是高铁一地两检 大家都知道高铁已经有很大的延误 这个延误来自多方面 其中有来自政府的规划 也有来自泛民朋友的左言拉布 包括蔡元村事件等等 都令高铁是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 所以答案不能说是谁错了 或者是对了 我相信没有人敢说是对了 至于一地两检 这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有些大律师 他说 这个是一国两制的大问题 我想也想不明白 既然是一国 怎会有一地两检 变成大问题呢? 宏军各个地方 就算两个国家 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他们周围都有类似一地两检的东西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们说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香港的大律师就说到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我自己不是什么专家 但是我是工程的专业 我正知道 建好一件事 如果要解决 其实要么就是行政 要么就是政策 要么就是政治解决 要么就是政治解决 如果政治解决 在一个国家 按目前的情况 我真的看不到中国政府 看着我们香港这个特区 走向灭亡 难道他们会愿意见到几百亿 建了那条高铁出来 然后做不到想做的效果? 谨记 每年乘坐高铁来香港的人 应该是会比香港乘坐到内地的人 多很多很多倍 这样的情况之下 更方便的是内地的朋友 一地两检 绝对是造福大家 其实这个问题 绝对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希望那些整天 将这个问题放大放大放大的朋友 好收声 除非你有一个更加实质的证据 证明这个问题 请你们收口 多谢大家 我是Dr.King